大家好,我是Stan 2016年出道的六人组合女团拉布 因为成员有力的退团结婚 改为五人体制活动了 然后在PREBURGERS轮里逆行成功后 拉布的苍苍得已虽然也是有了一些反应 但是没有说到像PREBURGERS那样 而这时候成员们也正好面临了续约起见 所以当时粉丝们都担心 拉布会不会就这样解散 但是因为苍苍得已的逆行 只有队长雨将退团 剩下的四位成员与Ether Park Music Plus续约成功了 然后在2021年11月 四人体制的拉布发表了新曲KissKiss 成员所言出演奴隶摩尼的WSG罐纳比等 非常活跃地进行了活动 但是在拉布续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传出了8月底团体即将解散的消息 而让粉丝们都惊讶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消息传出呢 这理由是因为 去年12月 韩国亚诺加公司收购了拉布所属公司的母公司Inter Park 而亚诺加公司表示 没有要经营演艺事业的意愿 所以大家就猜测 拉布会不会就这样被强制解散 况且所属公司也只是回应媒体 目前对于拉布的解散 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事项 之后整理好立场后会传达的 所以就更让粉丝们担心了 然后其实这公司不只是拉布 还有一组今年1月才出道的trend集 这次索云在WSG罐纳比很成功 所以有真心的希望拉布也能成功 本来可以变更好 甚至可以说是正在有反应了 却因为一次的失误受了很多苦 收购的公司没有经营演艺事业的意愿 这理由真的太遗憾了 在节目中说过 多亏了沧桑德里可以叙悦了不是吗 真的好遗憾 歌这么好听 在美国教健身的金中古 运动中突然有人来大话了 询问运动秘诀的洛杉矶当地人 给洛杉矶当地人建议食谱中 正在说明不要执着于减肥 要增加肌肉量 但是运动状态不太好的洛杉矶弟弟 在对面一直让人操心 啊 无法忍耐了 5分钟前第一次见面的洛杉矶弟弟们 偷偷看着上课中 我其实是音乐人 我是歌手 嗯 啊 是吧 可可可 太好笑了 表情真的太好笑了 可可 我以为姿势有多不好的话会忍不住 看了之后连我都不能忍耐了 这程度的话 根本就是金中古召唤术吧 可可 也太过分了 可可 出道5年 首次听到粉丝们合唱的男团 2017年12月6号出道的头播一节 在疫情之后 粉丝团开始大量的增长 所以没有很多跟粉丝们直接见面的机会 不是没有观众的舞台 就是禁止呐喊的粉丝见面会而已 然而在前几天 头播一只在首尔举行了三天的演唱会 每一场都收光了门票 而在演唱会最后一天 粉丝们偷偷为了头播一节成员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在演唱会最后 粉丝们跟成员们拍第一张团体合照的时候 当成员们说 3 2 1时 粉丝们就开始合唱 吉吉吉这首歌 3 1 2 3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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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粉丝们应该会流泪吧 不是粉丝的我都流泪了 啊 别将粉丝的我从早上一大早就要哭了 啊真的太感动了 现在开始听到奇奇奇就会流泪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